好的 我们也注意到 为了开好这次峰会 中国方面他做了大量的工作 下了很大的功夫 包括暂停一些工厂和商家的正常运营 部署大量警力 上街巡逻等等 力求万无一失 但是据报道 还是出现了一些状况 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叶冰 好的 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当局在开好这次峰会方面 确实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几乎可以说是倾国倾城之力 或者是洪荒之力 那么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意外的状况 正如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所说 他们也就是说中方做了一些意外的事情 什么时候呢 从奥巴马总统专机 刚抵达杭州的萧山国际机场的时候 当时美中官员为了他们的站位的问题 发生了一些口角 中国安全人员对美国官员就高喊 这是我们的国家 这是我们的机场 是用英语喊出来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不怎么愉快的一些插曲 也是发生在美中官员之间 另外一个意外的状况 是习近平本人在开幕词中出现了一个口误 而看起来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口误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他当时是怎么说的 当时他是在讲关于贸易 关税和振兴经济发展农业 这方面的话题的时候 说的这番话 我们一起来看看 清官易道 通商宽一 这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应有之一 当时他在讲这番话的时候 他引用了一个古文 习近平在一些公开场合 发表比较重要的讲话的时候 体会引进据点 就跟以前的前总理文家宝有共同之处 那么清官易道通商宽一的原文 是出在战国初期的国语近语四 这篇文章当中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减轻关税 消除盗匪 修整道路 促进贸易 而且对农业实行宽松政策 那么这个口误出现以后 那么在网络上就引起了一些评论 当然评论都是指出 它这个口误出现的不是时候 而且听起来也不这么哑 那么中国网管就全力的 对这样的口误和相关的网友跟帖 进行了强力的拦网和屏蔽 那么我们今天采访了知名作家 兼网评人慕容雪村 那么他在接受电话采访的时候 遵续了出现这种比较尴尬的口误的可能原因 以及后果 我们一起来听听 看花眼了也有可能 然后是本来讲稿的错误也有可能 但主要言之的读错了就说明 他根本不太了解这句话 这是关键的 如果对这句话的意思有所了解的话 怎么都不至于犯这种错误 我们都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哪怕那个讲稿上写错了这个某个字 也不会读错对吧 读错了就是还是因为不熟悉 就是在各国都算正常 但是在中国这种国家 他代价可能会尤其大 尤其大 在奥巴马讲说一句话 虽然也会有找到各种各样的提醒 但还得有人 把他跟美国的国家利益联益起来 但是中国的这种事情 就可能跟国家利益联益起来 所以解除因素的后果也会特别严重 好的 那么我们感谢美国之音 驻北京记者叶冰的连线报道